她上课开小差被老师点名,但嘴里却说出了很多不属于这个年龄学的专用名词。 爸爸说她是天才神童,让她上最好的学校。 然而在夜幕降临时,她却告诉同学自己是个骗子,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阿雅安从小生活在贫民窟的鸽子窝里,庆幸的是她曾经接受过教育,而且脑子也比较灵光。 所以现研究院任职科学家助理的职位。 即使表面光鲜亮丽,却依旧不能摆脱贱民的头衔。 阿雅安的上司科学家会对那些专家学者毕恭毕敬,但是对阿雅安这类贫民却极尽蔑视,甚至用白痴、傻子这样的侮辱形字眼称呼他们。 数年来的工作让阿雅安早已习惯那些人的嘴脸,虽然心里极其不爽,但又非常羡慕文化层次更高的人。 他深刻明白,只有良好的教育才能使穷人改变命运。 为此,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好好地培养儿子阿迪。 为了让阿迪赢在起跑线上,阿雅安从他出生那天起,就不断地翻阅书本,查找资料。 他发誓要把最好的教育留给儿子。 转眼间,阿迪到了上学的年龄,阿雅安给儿子物色了当地最好的英语学校。 然而校方却因为他们低种性的身份,将阿迪拒之门外。 鸡贼的阿雅安看到校长办公室墙壁上挂着十字架,便谎称自己信奉耶稣,随后又上演一出卖惨薄同情的戏码。 他和对方讲,自己祖父在高种姓的村子里喝了几口水,就被村子里的人追着打到几柱骨折,后来又误上了高种姓的一等车厢,当场被吓死了的悲惨事迹。 然而他再怎么动情地诉说,对方始终无动于衷。 无奈之下,他想了一个办法,决定给阿迪包装一番,就像现在经纪公司打造明星人社一样,他要把儿子打造成人人眼中的神童。 在阿迪的精心设计下,阿迪果然被这所学校录取了,而且张口闭口都是光合作用,叶绿素,HRO等超纲的问题。 经常研究与课本内容不相关的其他知识,老师很生气,觉得他扰乱课堂秩序,于是校长请来了阿迪安夫妇说明情况,然而阿迪却毫不客气地替儿子辩护,说阿迪智商169,指责老师的教学方法过于死板。 还拿出以往阿迪取得的所有荣誉,甚至扬言要转去更好的学校。 校长健壮连连低头认错,为了留住这位明星学生,不仅承诺他直接跳级,还给他发放全额奖学金。 除此之外,学杂费全免,还有交通不住。 这场谈判让阿迪安扬眉吐气,也让阿迪名声大噪。 父子俩沉浸在成功的希望中越发地不能自拔,贫命哭难得出一位天才儿童,左邻右舍争先恐后地赶来祝贺。 就连小孩子也拿着手机前来和阿迪合影留念。 很快,阿迪上了电视,还出席各种活动。 参加演讲时,他对自然科学坎坷而谈。 大家惊讶于这个孩子的思维能力超乎常人,一时间成了众人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。 同时也成了整个印度的焦点。 然而事实上,阿迪所谓的神童举动,都是阿亚安挖空心思事先安排好的。 他利用自己在研究院工作的优势,从各种科学资料中寻找一些悬之又悬的东西, 然后归拢成一篇篇的文章,让阿迪熟练地背诵。 不仅如此,为了让阿迪考满分,他会在考试前找前科买下实体答案,让儿子背下来。 就连被人质疑反击的话,他都给阿迪安排妥当。 当然,这也是阿迪安从科学家对外开发布会时,自己从中举一反三得到的灵感。 只要说一些让人听不懂的深奥的话,假装自己懂得很多,大家自然而然就会觉得你很厉害。 阿迪在父亲的安排下,知名度越来越高,利益也随之而来。 这一天,一个政客团队招上门来,他们想在贫民窟开展旧区重建的计划。 但是由于政商的口碑不太好,项目实施起来很困难。 于是,他们想利用阿迪的亲和力和知名度,帮助他们说服居民,接受重建项目。 就这样,父子俩给大家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双簧表演。 当阿迪上台演讲时,阿亚安利用蓝牙耳机在他耳边不断地提词,他们靠互相作弊赢得了所有人的掌声。 这场沙费苦心的骗局也成功地骗过了所有人,甚至连阿迪的母亲也被蒙在鼓里。 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,父亲是成年人,也是主谋,自然能守口如瓶。 可是阿迪毕竟是个孩子,并不具备滴水不漏的头脑。 阿迪看到自己喜欢的女同学考试不好被揍,最后还被赶出家门的时候,就情不自禁地向他说出了自己和父亲的秘密,还信誓旦旦地承诺把父亲买到的考试答案告诉对方。 可惜说出来的秘密就不叫秘密了,阿迪还是年纪太小,吃亏太少。 第二天,女同学当众出了一道题为难阿迪。 阿迪答不上来,只有默默地走出教室。 随后,女同学为自己的玩笑向阿迪道歉,但此事让阿迪产生了心魔,一度引起了巨大的恐惧。 他告诉父亲自己无意间把他们的秘密告诉了女同学。 阿雅安立刻买来甜品,对女同学进行了一番恐吓威胁。 但乌露偏逢连夜雨,一个个危机接踵而来。 这一天,科学家来到阿迪的学校进行学术讲座。 学校安排阿迪和对方进行一次近距离的探讨。 可这一次,阿雅安并不在场,阿迪也没有准备蓝牙耳机。 幼小的阿迪完全不具备应付危机的能力。 科学家随便问了几个问题,阿迪就露出了马脚。 科学家意识到,阿迪的神统身份是伪装出来的,而幕后的操控者正是自己瞧不起的手下,阿雅安。 科学家立马把实情告诉了阿雅安所在的政客团队。 政客团队知道后,十分震怒。 但是为了能够顺利施政,他们居然把这件事压了下来,让阿迪继续地伪装神童。 显然此时的阿迪不过是为了取得民众的信任,可悲的阿迪小小年纪却沦为政客的工具人。 本该无忧无虑的童年被排满了日程,每天不停地被答案,被演讲稿,导致本就不聪明的他,真实的成绩更是远远地落后于同龄人。 在学校里被所有的同学孤立,也没有执心的朋友。 邻里街坊如同魔鬼般地向他请教慕名的问题,面对种种压力之下,阿迪的心理防线渐渐地崩塌。 父子俩每天都被即将揭穿的恐惧感深深地包围着。 年幼的阿迪完全无法承受这样巨大的压力,常常崩溃大哭,精神恍惚,甚至在演讲台上晕倒,出现失禁的情况。 阿迪终于意识到这样的教育方式有多糟糕,儿子在他的包装之下像马戏团里的动物任由别人戏耍。 作为父亲的阿迪大费周折,到头来却让阿迪失去了自由快乐的童年。 不仅没有正常的社交,还要面临一定的心理创伤。 在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利益面前,阿亚安还是选择了前者。 爱子心切的他找到了科学家老板,承认了自己的错误。 老板看得他们实在可怜,便不计浅显,决定帮助阿迪走出阴影。 终于,在最后一次登台演讲时,阿亚安放弃通过蓝牙耳机对阿迪的操控,阿迪也摘下了曾经形影不离的助听器。 此刻的他站在台上自由地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,而且在结束时还当着众人的面,说出了和父亲之间不可告人的秘密。 但是台下的观众却并不相信他口中的真相,反倒把他理解成为一种自谦的行为,越发兴奋地为阿迪鼓掌欢呼。 本应该受到唾弃和辱骂,不曾想却可以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。 或许是因为他们的谎言并非出于恶意,只是身为低种性人,为了反抗不公的社会制度,不平等的教育制度,俨然就是印度种姓制度的缩影。 影片中的孩子连最基本的受教育的权利都得不到保证,那自然无法摆脱世世代代贫困低级的身份。 父亲的所作所为又被常理,不仅让儿子失去了最宝贵的童年,还差点毁了他的一生。 相较而言,中国父母在孩子教育问题上也是煞费苦心,真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 大多中国父母都是望子成龙,望女成凤的态度。 如今的家长为了让孩子早早地赢在起跑线上,往往会被很多的教育机构猛逼双眼。 从小给孩子抱五花八门的兴趣般,无论是培养神童也好,天才也罢,无外乎是满足家长对成功的渴望,哪怕是亚苗助长也在所不惜。 小编希望所有为人父母的都可以尊重孩子的意愿,正确聆听孩子内心的感受和孩子平等的交流,自然能够挖掘出孩子身上的闪光点。 这个时候,只要给予适当的支持和引导,我相信他们可以凭着无限的探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。 不用过分地殖民于天才或者神童这样的标签,或许顺势而为才是最好的答案。 好了,我是丽姐,我们下期再见。